這是冰雷Project 執行此計畫最好先詳細閱讀過 這是一個高智力的玩法 並非傳統裝備法師的玩法 還有準備很多瑪麗的玩法 20萬的SP重置券是必須的 以及17.5萬的五張耳環智力卷軸 而且還有練活菲菲練到兔的心理準備 優點 打活菲菲傷害高 很純粹 可以靠活菲菲鑽金低桶金 缺點 這是敲火屬性的怪 似乎沒有電閃雷鳴鏈的快 首先0到8分 新手任務 開心怎麼解就怎麼解 想打打素材或是翹翹快 都是歐虧的 會送裝備的任務 只有比格斯跟瑪莉亞 比格斯的任務要求是 30個藍寶殼 跟10個孤孤寶貝傘 獎勵是刮鬍刀或是短刀 但是我們是冰雷Project 所以到手就賣掉 瑪莉亞的任務要求是送信 獎勵是帽子類 很帥很下爬 然後8等就可以開開心心的坐船去圍多利亞島 就算任務沒解完也是沒關係 注意不要留戀風之島 8等就必須去找漢斯 不然技能點會少很多點 欲哭欲哩 恭喜你成為法師 技能點先測一下好了 使用SP重置券之後 將魔力爪的點數換成魔力之盾 我們簡稱為頭痛症 至於能力點的部分 點層次 需要點到幸運的時候 就是你們需要更換裝備前2到3等左右 或是幸運可以靠裝備稱 點幸運就只是為了更換裝備所需要的最低幸運需求而已 然後漢斯會開始給任務 讓你敲一堆綠水鈴 獎勵會是一堆藍水 狠補 必解 最後一個任務 會叫你去敲十隻的黑木妖 但魔法森林似乎找不到黑木妖 逼你逛地圖 這個任務可以先放著 接下來直接衝去弓箭手村找小幫手 經驗很肥 還會給10張回家捲軸 超過10等這個任務就會消失 會很心痛湊了4包煙 狩獵場組隊交交朋友打打怪 我記得很快就可以練到17等 可以轉戰落落城市 小新最弱一了 OK 我們來到小新最弱一 這是熱門地圖 也可以去小新最弱二 但中間有個洞 接著跟章魚先生還有藍姑姑交流交流 章魚腳&藍姑姑傘的素材需要留著 一舉兩得 任務加深等 大概可以練到25等 或是等後續的超綠組隊任務開放 魔力轉能秒藍姑姑的程度 就可以觸發那一洞 我整理了一些前期不用花錢就可以取得的裝備 就是拿斗力 瑪雅和奇怪的藥 職業手套 內拉和墮落城市居民的委託 耳環 離家出走的阿勒斯 然後再來是維多利亞的針 攻劍手村的皮亞也會給捲軸 霍座的披風 醫院的神秘少女 大概詳情 你們去網站查一下啦 然後現在的你 因為任務搞得精疲力盡 任務真的很解 你去螞蟻洞會更解 全都是人 如果運氣好 能在螞蟻洞找個位置練等 通常去都是堵滿的狀態 如果真的沒辦法 就去黑肥肥 30等的時候去找個值 風型已成為冰雷 這時候點一點瞬移之後 全都是點冰追溯 可是傷害不會比魔力爪高 這時候要到38等 都是過渡期 一樣漫長的螞蟻洞或是黑肥肥 邊到34或是35等 先去大漠林環 找那個會自爆的捲軸商人 買5張耳環智力捲軸100% 如果有閒錢 可以提早來買 隨便你開心就好 接下來可以去找火肥肥 火肥肥怕冰 可以造成1.5倍的傷害 應該是2到3下一擊 火肥肥現在還跟你是平起平坐 大概38或是39等 請去購買SP重置券 現在的魔力爪就是純廢物技能 注意 請將魔力爪的點數 都點到頭痛症上 記得開頭痛症 對撞的傷害變低 如果你嫌自己藍水太多 可以補一下魔心防禦 接下來 讓火肥肥了解一下 是他比較廢物還是魔力爪比較廢物 現在的你就是老大 一下一隻火肥肥 之後敲火肥肥敲到兔 45等之後 看要去打天使猴或螃蟹都可以 之後等開更多地圖 我們再來看看 冰雷鋪準 目前計劃就到這邊 歡迎在下方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記得追蹤隨便Twitch還有IG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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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